见证佛性 是真的东西叫见证 感悟佛性 用自己的真心去悟出佛性 这三个加起来才叫功德 功德就是用心来做善事 行善事 说善言 用心发出来的东西 那才叫功德 做善事有人添福报 求福不见功德 因为当一个人求福的时候 得到的是人添福报 而得不到功德 功德可以消除你的罪业 可以消除你的业障 真正的功德 不单要看见佛性 还要应用佛性 还要感悟佛性 这才叫真实妙用 比如今天做功德 是无所求的去做 去帮助人家 是真正的在帮助他 就见证了你的佛性 没有目的去帮助人家 做出来的就是佛性 你所做的事情 能看见你的佛性 就叫功德 如果有目的地去帮助人家 就不是菩萨的所为 不是菩萨的所行 不是菩萨的所言 所以就没有功德 真实妙用 就是真正的把这个佛法来妙用 为什么不应用佛性 等于不平等 做任何事情 如果不应用佛性来做 就是不平等 不应用佛性去做事情 会有不平等 如果不是为了救度众生 而是为了某一原因去做 你们说 这是平等吗 比如 为了让你以后能为我做更多的事情 我现在才为你做很多事情 这是平等吗 这在理念上是不平等 而在人间讲起来 好像是平等的 一报还一报 实际上偏离了佛法的 广度有缘众生的原则 只有没有目的 全身心地去帮助人家时 才是真正的平等 不平等 就是没有应用佛性 但是 任何的不平等 都有一个时效 这个不平等 等到一定的时候 它的时效性破了之后 就平等了 举例讲 因为你所做的善事没有了 所以就平等了 例如 不要以为我救过你一次 你就应该永远欠我的 受我之气 这就是不平等的道理 等这个人受不了离开之后 就平等了 这就是 时效性过了 所以我们应该用平等之心 对待众生 故 应以平等心 示人之 即 用平等心 看所有的众生 身口意 修心的快法 首先要知道 什么是身口意 身业 杀生 偷盗 邪淫 口业 妄言 其语 恶口 两舌 异业 贪欲 称慧 愚痴 身口意的修心快法 在你的心中 有一个心法 一个以你本性为心的法门 叫心中心法 因为你本身的佛性 就是你最好的一个法门 你心中 已经有了这个心法了 把自己最善良的 这个佛心挖出来 就是 心中心法 给众徒讲讲 以佛性 印凡心 要接受佛菩萨的心 把佛菩萨的心 印在自己的凡心中 要经常拿佛性 来印照自己的凡心 反之 再用自己的凡心 去印佛心 犹如 今天想到 某人曾伤害过自己 就很气愤 怎么办 能向别人发泄吗 如果是菩萨 会这样做吗 要常用凡心 对照佛菩萨的心 印佛心 就是 用凡人的心 去和佛菩萨的心 放在一起 也就是说 你做任何事情 都要问问佛菩萨 我这样做 对不对 佛菩萨在哪里 佛菩萨就在你的心里 所以要修假成真 用假的身体来成全你真的佛性 有了真佛心 随即身体也成佛 因为你假的身体 所做出来的事情 全是佛菩萨所做的 比如 你合掌 念阿弥陀佛 脑子里 如果是空的 你假的身体 是在拜真的佛 心里 也是真的佛 你映照着 自己所看到的 所感受到的佛 这个你所拜的佛 不就是 借假修真吗 现在 你是借这个嘴巴 再念经 而许多年之后 你的身体没有了 你的嘴巴没有了 是不是 叫借假修真 以佛隐心 必须要有几个条件 一 心量大 福报大 如果你的心 与菩萨的心相应了 你的心量 气量越大 你的福报 就会越来越大 二 念经时 持送菩萨注定 就是当你在念经时 观想观世音菩萨 在你的头上 坐住灌顶 三 菩萨心 广结善缘 菩萨与众生 接的 都是善缘 如果你是菩萨 你把佛菩萨的慈悲 带给了人家 带给了人家 接的 就是善缘 你这个心 接出去 就有功德 如果你是坏人 带给人家的缘 都是坏的 恶的 接的 就是恶缘 四 以身作则 不施法 就是让你们 要以身作则 做人 要像个菩萨 不施法 能让你们开智慧 有了智慧 就能开悟 不施法 是无量不施 是利益众生 这就是 大乘佛法的 精华所在 大乘佛法讲的 就是利益众生 绝对不是 利益自己的 大乘佛法 利他利生 当你救人的时候 一定会付出的 等到人家 好了之后 你得到的功德 是无量的 比如 当你拿钱 去帮助别人时 其实 自己本来 也没有多少钱 等到人家 好了之后 多感激你啊 会加倍地偿还 或 会感激你一辈子 要开悟 要明白自己 真实的心 坚持修持 能见你的本性 当一个人 坚持修持自己的时候 你的本性 才会显露出来 修到 无上正等正觉 即最高境界 就是具有最高的 圆融智慧 无上正等正觉 就是佛 今天 就给大家讲到这里 所有跟随师父 修持的人 都要有一颗 警觉的心 都要时刻 保持自己的警觉 不要犯 身口一三页 罪业越多 功德损失 就越多 如果一个人的行为 像菩萨了 就基本上 是菩萨了 这是 借甲修真的 基础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